自由之地和勇敢家园 那个超大冷得要死的房间里 竟然还有奇怪的插座 等等 美国家庭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好的 每当我邀请非美国朋友到我家时 他们都会很高兴地指出奇怪的地方 例如 一大房子 首先并非所有美国人都拥有大房子 很多人租住在小公寓 房子的大小各有不同 但是我同意 和其他国家相比 典型的美国家庭的房子非常大 相当宽敞 欧洲房屋的平均面积 约为1500平方英尺 140平方公尺 美国约为2700平方英尺 250平方公尺 我想这些数字是不会说谎的 2.百搭的房间 为了填满我们的大房子 我们有一个可以容纳任何东西的房间 如果你把衣橱也算作小房间的话 他们有点像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每个美国家庭都有好几个这样的房间 每间卧室都有几个衣柜 通常在前门附近会有个放外套和鞋子的衣柜 在浴室或走廊上也有一个用来放毛巾的衣柜 厨房里摆一个食品柜 是的 我们喜欢在房子里建储物空间 可能在这里很难看到那种在宜家买的大衣柜 3.巨大的私人洗衣机和烘干机 说到房间 通常有一个是洗衣服专用的 此外 大多数美国人都有一个洗衣机和一个干湿分离的烘干机 但它们很大很占地方 欧洲的朋友告诉我 它们的洗衣机不是在厨房 就是在浴室 它们的衣服就挂在那里晾干 但是我确定是空间的问题 尽管如此 即使没有私人洗衣机的美国人 它们也会去自住洗衣店 你不会看到美国人用手洗衣服或晒衣服 我的意思是 谁有那个时间啊 4.地下室 这是另一个收纳的空间 或者 如果你家在中西部地区 当龙卷风来临时 地下室就是避难所 但除了储存和躲避龙卷风外 许多美国家庭都会把地下室装饰得很华丽 当作另一个居住空间 一般会被当作客房或休闲区 5.废弃的餐厅 还有一些房间我们根本不用 好吧 也许这只适用于我的家庭 但我们从来不使用餐厅 它就在那里 我家有张漂亮的餐桌 但我们总是在客厅吃晚餐 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 嘿 晚餐和电影 6.高度重视消防安全 具体来说 房子里都有好多烟雾警报器 我家的警报器 有一个在厨房 另一个在走廊 每个卧室都有一个 美国国家消防协会建议这样安装 而且我并不是唯一一个 听从他们建议的人 美国非常重视消防安全问题 如果房东没有为房客 安装一个能正常运作的烟雾警报器 那么他们可能就会遇上大麻烦 可能是为了消防安全 也可能是因为这东西真的很方便 我住过的每个房子里 都有一个电炉 瓦斯炉在美国并不像其他地方 那样受欢迎 7.在墙与墙之间铺地毯 这一点通常是房龄而定 因为许多旧房子都有木地板 但是大多数房子 特别是比较新的房子 每个房间都有地毯 当然除了厨房和浴室 其他地方都铺满了地毯 这真的只是美国人的习惯吗 如果你来自其他国家 希望你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 让我知道 8.你能蹲得多低呢 现在我的欧洲朋友发现 我的马桶非常有趣 但有一点疑惑 我猜美国的马桶比欧洲的马桶要矮 不是因为我们矮 或者因为这种马桶 对我们来说更舒服 低座式马桶实际上有独特的功能 靠近地面是一种更健康 而且更自然的生活方式 明白了吧 认真想想就知道了 在我们还没有马桶之前 我们的血居人祖先是蹲在地上的 所以试着维持这种纯天然的生活方式吧 当然也是一种文明 9.装满水的马桶 你觉得我还没介绍完马桶对吧 对的 还有个关于马桶的事实 在美国 马桶槽里面充满了水 我朋友第一次访问美国时 他真的以为我的马桶堵塞了 不 所有的水都是干净的 而这样做是有原因的 首先 马桶槽不会太脏 并且瓷器不会沾上污垢 这样我们就不必经常使用马桶刷了 还可以减少气味 但有个缺点就是容易见出很多的水花 如果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想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10.一个龙头控制水温 我不经常旅行 但我去过英国 浴室里有好几个水龙头 我惊呆了 这么多水龙头你们怎么用啊 我要分别在热得要命或冷得要死的水里洗手 或者在两个水龙头之间来回洗手 在美国 水槽里只有一个水龙头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喜欢的水温度 现在想在淋浴时调到适合的水温 想都别想让我开始 11.打开空调 是的 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在夏天一直开着空调 而不是开窗户或者用电风扇 这可能不是最高效的解决方案 特别是在大房子里 但就是感觉很棒 冬天也是如此 在美国你很少会看到加热器 12.在室内穿鞋 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会遵守在进门前脱鞋的规矩 但在美国却不是这样 只要鞋子上没有沾上泥巴或其他东西 大多数家庭都可以在室内穿鞋 当然 有些美国家庭不这么做 因此 如果你曾经在美国待过 就会习惯地问一下是否需要脱鞋 大多数时候答案都会是 不 你就穿着吧 13.无开关插座 在欧洲会有个按钮来切换电源的开关 在美国你不用做这个选择 这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插座电压比较低 因此 没关闭插座就拔下插头 并不会吓到自己 14.厨房里没有茶壶 美国是一个喜欢喝咖啡的国家 我们很少使用茶壶 你肯定在想 用什么东西烧水冲集中咖啡呢 我的朋友 答案是大多数家庭都用咖啡机做新鲜的咖啡 15.厨鱼粉碎机 是的 这对于在水槽里冲洗盘子来说很方便 打开开关把所有的食物倒进排水管 厨鱼粉碎机在美国很常见 事实上超过50%的美国家庭都有 我想这可能是因为粉碎机消毒的更彻底 还能避免垃圾桶散发出腥味 16.到处都是旗帜 美国人真的很喜欢展示新条旗 因此这里大多数人都会在屋外挂一面旗帜 但是我们不只是喜欢国旗 很多人在他们最喜欢的足球队或大学里面也挂一面旗帜 我能说什么呢 我们都很喜欢旗帜 17.精致的草坪 最后美丽的草坪会环绕着那个有着房间 壁橱地毯和怪异插座的大房子 好吧 通常只能在郊区见到完美又精致的草坪 但普遍来说 美国人喜欢整理他们的院子 此外大多数社区都有关于草坪的规定 即使你不想这么做 你也要坚持给草坪除草 草坪里没有飘散的叶子 没有堆放杂物 一切都要看起来干净整齐 现在不管你是不是美国人 哪些东西适合用在你的房子呢 请在评论中告诉我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的知识 那就给这支影片一个赞并与朋友分享吧 但是别走开哦 我们有超过2000只酷炫影片供你收看 你所要做的就是选择左边或者右边的影片 点击然后享受 留在亮生活频道